这胳膊是真粗啊 特里斯最大的竞争者拉蒙也在紧张背战 今天是他的背部和大家最想看的手臂训练 第一个动作是高位下拉 说是练背 怎么总感觉他在练手臂呢 接下来是坐姿器械划展 他今天的训练场子是龙穴健身 旁边给他辅助的人 很像这边的老板刘易斯 不过是一个缩水板 说真的练背 咱们还是看德里克克 拉蒙的训练 大家最关心的还是手臂 从前臂到大臂 真的是扑的一塌糊涂 不过你想获得健美冠军 可不是只有手臂俗流血 拉蒙从骨架上来说肩部比较窄 没有克里斯那样爆炸的倒三角效果 随说正面胸肌练的也不错 但是一转身 整个后侧练的副主就暴露出来了 而且手臂太过发达 从负面看也是非常的抢气 训练完之后 才要来找安诺斯做的放松 高手的训练就是最大破坏 最突然飞速 大家觉得今年奥赛 上到排第几个